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的助理分析师Jayden 最近因为通胀反案,美国和欧洲死了起来 欧洲议员表示要采取强硬措施 把酷刑工具摆到桌面上 可见是真的被美国欺负极了 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因为失望积攒到一定程度 从俄乌战争以来 欧洲不仅陷入了地缘政治的危机 能源危机 还要面对通胀高企和经济衰退 反观美国,借着俄乌战争 一方面作为军火商狠赚了一笔 为了跟上美国的制裁步伐 欧盟终于赶在12月5日前 小心翼翼地将俄油价格上线 设置在了60美元每桶 这个价格非常接近俄油的市场价格 对俄罗斯不同不扬 而俄罗斯一边开始建立独立的系统 绕开欧洲为买方提供保险 同时也表示宁可减产也不接受限价 在天然气方面 2022年上半年 美国对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出口 已经超过整个2021年的出口总额 马克龙都发牢骚说 美国双重标准 卖给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远高于美国本地的价格 随着暖秋的结束 天然气价格又有抬头的迹象 12月6号 TTF天然气期货一度涨超4% 而8月份拜登又签署了 7500亿的通胀法案 并且马上将在2023年开始实施 这无疑又给欧洲来了一刀 虽然叫做通胀法案 但其本质是广场协议2.0 美国想通过歧视性的补贴 保护本地制造业和打造自己的产业链 例如 法案中包括购买新能源车的消费者 可获得7500美元的抵税优惠 但前提是 车辆必须在北美完成组装 并且一定比例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需要来自北美 该比例会逐年提升 这样一来 不在美国生产和组装的新能源车 完全没有能力和本地产品竞争 企业能做的就是将生产和投资 转到美国 为美国创造就业和GDP 据美国非盈利组织回岸倡议预计 2022年将有35万个制造业岗位 回流到美国 那么这些岗位从哪来 欧洲肯定出了一份力 欧洲因为高昂的能源价格 和低迷的经济前景预期 已经有大批产业外流 特别是钢铁 化学 新型电池 和有色金属产业 而通胀反案无疑是雪上加霜 例如 北方福特公司就表示 在美国设厂 可以得到德国政府四倍的补贴 因此不得不暂停在德国设厂计划 而考虑在美国扩产 当然 欧洲不是唯一被伤害的国家 日本和韩国也同样受到了打击 美国接连颁布芯片法案和通胀法案 矛头还是指向中国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 已经蝉联7年的世界榜首 而美国也是中国离电池的重要出口地之一 有分析说 欧洲是被误伤 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 美国借着天然气为筹码 削弱欧洲 欧洲即便不满 也无能为力 目前 美国有松口承诺将解决相关分歧 但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结果 美国也遏制中俄为借口 让欧洲买单养自己的腰包 这无意让欧洲感受到了深深的背叛 目前来看 欧洲还无法与美国分手 但已显露出对中国的亲近姿态 理性地说 中国与欧洲的价值观不同 很难实现联欧制美 但是欧洲大概率会寻求更独立自主的地位 这对中国肯定是好的 因为美联储的歌声和能源警报的暂时接触 欧洲斯多克50 从10月的低谷 迎来了一波超20%的大反弹 但是 欧欧前景还未明朗 欧洲经济衰退的预期加强 和欧洲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减弱 这次的反弹看起来更像是炸空 市场的悲观情绪虽然被暂时修复 但是瑞银预测 欧洲的底部将在2023年二季度出现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下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